前不久消息爆料称凤凰传奇组合因投资网友产生严重分歧或将于近期解散 该消息在网上引起了悬然大破 被包括著名网络爆料人长春广告在内的数万网友转发 日前记者探班央视某国庆期间特别节目录制现场 采访中发现当凤凰传奇开场表演结束后 节目组安排他们共同接受媒体采访 但林花和曾毅却分头行动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分解进入采访室 采访结束后却有分别离开 记者回想此前在现场休息之余 两人都是各忙各的互相并无探讨 聊天类举动形同陌路 仅此一幕不禁让人想起日前曾传出的凤凰传奇组合将要解散的新闻 之前虽然林花曾通过其个人微博对解散传闻进行了辟谣 最近工作很忙凤凰传奇会更加努力 请大家放进 同时贴出自己与曾毅一组最新造型照 力争两人关系如旧 但就节目录制现场不肯一起接受采访仪式 还是让人怀疑林花这条辟谣微博有多少可心动